你好 歡迎收看5月29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路易貴 花蓮縣議會29號原本是各局處工作報告 而上午變更議程改為二三讀省礦石碎 縣議員們充分表達意見之後 礦石碎70塊錢照案通過 同時議員也提出了 礦石碎每年都必須送花蓮縣議會來進行審議 也獲得大家同意 29號花蓮縣議會變更議程 9點鐘上午先是進行二三讀 礦石碎審議議程 由議長張群親自主持 花蓮縣政府秘書長袁信張 率領著各局處首長前往花蓮縣議會 由財政處長和地方稅務局局長李玉智來說明 並且逐條報告徵收70元的項目 由於98年到104年之間 是兩年開增礦石碎額度有所調漲 先言黃新 葉昆琴 楊花美 張美惠表示 以前兩年就檢討過一次 為什麼上一居是四年一次檢討 加上縣府沒有詳細說明引用的內容 而這次希望每年能夠訂定進行審議 礦石碎 好好的審監督這件事情是太困難了 因為你們沒有給充足的說明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在今年底要提出來 否則的話我們再明年的話 還是會遇到想法的問題 所以在此說明一切 謝謝 謝謝兩位 也好 對啊 物價指數的活動 剛剛講到每一年來設 就是希望物價指數有活動 或者是我們公開通 讓業者能夠知道我們的審查 很多分 那我們的意見是不是能夠把命等等 兩年已經是最短的一個重複審查的一個時間 而且剛好在我們的任期內 我們剛好在兩年後可以檢視 我們今天所談的一切 可以檢視縣府他的說明 以及他的實施的做法 在年齡後的現在 可以進行一個審查 沒辦法去再審限 是不是比如說像現在這樣 四年 因為一年也有兩年 那是不是我們就針對這一個條文的部分 就付出表結吧 把這個重複點降低 一年齡把它唱開心 我們就是這樣 連每年我們就是鬆一回勝 就認正大光明 因為你們之前我們所制定的部分 有兩年 有三年 有五年 也有四年 我想在這個折衷之下 為了配合這個 稅務局的整個一個行政書院 跟包括我們的一個公民會的一個警辦 地方的一個說明 我想我們是不是的一個折衷 就在兩年來審查一次 這對業者來講才是不確定的 裡面有一個公開透明的換斷鏡 是給所有你要科徵的對象 那他們會覺得怎麼樣就是不確定的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水泥是國際國內市場 這個價格變動是非常大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價格因素變動非常大 你沒有一個逐年來做一個探討 來做一個調整 那對業者來講是不公平的 那你沒有一個公開的換算機制 我想稅收的 你的稅收和你的支出會先因為你也沒有辦法一個很完整的一個說明 礦石稅 請除 除條審查 第一條 礦石稅的立法目的 明定的保護對象 本稅的徵收 數額應優先用盈 第一條的立法目的及保護對象 如果現不將礦石稅收款 挪作他用 請加助戰署好不好 第四條 課徵連線 四年修正為課徵連線一年 立法目的為立法地為每年檢討一次 每年檢討一次 違反了立法稅法通則 第四條不得超過本稅百分之三十的條款 現場版本 每公頓徵收七十元的版本是怎麼來的 現在有其他議員說 一百好了啦兩百也可以 那到底徵收的標準是什麼 都是要喊的嗎 經過一個小時 議員們和財政處 地方稅務局充分的討論之後 議長張俊進行表決 前述議員也舉手同意 通過徵收七十歲的礦石稅 同時也付來權益 礦石稅每年都要進行討論審議 讓新的議員能夠參與所有的資金過程 讓資訊能夠公開化 希望把真一新的礦石稅能夠消除 記得請你歡迎收看 - 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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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